大家好,我是施乃莉 非常谢谢麻米妹校长 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多的养生之道 那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腰痠背痛 这个腰椎这边都会痛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年轻人到底要怎么样来保养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先生要回来吃饭了 小孩子要回来吃饭 我开始就有点腰不舒 那就是紧张压力 所以我们要减少紧张压力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放下 做该做就做 然后该睡就睡 然后如果说腰不舒服 我们有学到指压的方式 就是说按你的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腰 我就这样按 这样按 或者是这样揉它 还有这个地方也有腰 也可以这样揉它 很简单 就这样 然后你就坐着一下 休息 不要一直做 做你累的 不要搬重的东西 我们脊椎附和不起 就两个手就这样揉它 这个这样揉它 这个就是腰 然后这样揉 然后这样揉 都会保护 也保护到你的脊椎 整个脊椎 因为这里是反射疗法的脊椎 这个地方都是 所以你可以这样揉它 或者这样 所以等于说你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就可以揉捏这些地方 对 这个地方就很有用 那我还要问一下学姐 那如果说现在经常很多人膝盖会痛 都关节的地方 膝盖会痛 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揉它这样 这个是膝盖 这边也是膝盖 还有你自己的膝盖 你要用拍打的 要有拍打 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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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 四周也在拍打 拍打到你会很舒服 它这个血气的风 拍打 我每天都拍打 至少两三次 对啊 反正你舒服 做的也是做的 对 拍开 哇 原来是这样子 我看常常有人在那边没睡觉 还有耳朵 耳朵这个地方是脊椎的地方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 压它 捏捏 压它 有没有耳朵 两边 两边 这样压压 好 那个 整个后面脊椎 腰椎都通 非常 简单 你有时候开车 你也可以压一压 你看电视 去看电影 你也可以压一压 又简单 又不要花钱 又不要看医生 又不要吃药 又不要打针 就这样子 太棒了 你每天都做这个动作 好简单 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的 好 我们非常谢谢马学姐 今天给我们传授了这么多的 养生的秘诀 谢谢你跟我们大家分享 也希望我们如果说观众朋友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一定会马上回言 也不要忘了给我们按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